大家好,这里是俗说宇宙,我是林某 上期我们简单介绍了下 一颗系外行星适不适合人类居住 需要判断哪些条件 除了要看这颗行星自身的条件外 还要看其母恒星 以及周围的环境等等很多因素 总之条件是非常苛刻的 不过好在我们的银河系足够大 有足够多的行星可供挑选 比铃星那期我们说过 满足基本条件的系外行星 就有百亿颗之多 那这么多的行星怎么来筛选呢 国际上有一个行星可居住性实验室 简称PHL 它是一个致力于研究地球 太阳系 以及系外行星可居住性的一个虚拟实验室 它由包括NASA SETI在内的许多科研机构和科学家 共同进行的一项国际合作 其中有一项当前潜在的 适合居住的系外行星统计表 我查了下 目前记录在岸的行星 一共有55颗 其中超级地球 也就是比地球大几倍的内地行星 有34颗 和地球差不多的 有20颗 火星大小的 有一颗 一共有着55颗 我们就挑几个比较出名的 来介绍一下吧 先说说这个开普勒438b 它因为其体积和推测的表面温度 算得上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类似地球的行星之一 它的体积非常接近地球 半径大概是地球的1.12倍 它的母恒星 也就是开普勒438 它是一颗红外星 无论是体积还是表面温度都远低于太阳 虽然开普勒438b被认为和地球非常类似 但是根据最近的天文观测表明 它存在生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原因和之前说的比零星b一样 它的母恒星这颗红外星非常活跃 经常伴随着剧烈的要斑现象 而且该行星的磁场又比较弱 所以大气层根本就没办法长期存在 说完了开普勒438b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开普勒452b 它的直径比地球大了60% 体积是地球的5倍 地表重力是地球的2倍 它的母恒星和我们的太阳一样 是一颗黄矮星 无论是大小质量还是温度都非常相似 而开普勒452b距离这颗恒星的距离 也和日地距离差不多 甚至公转周期都和我们非常接近 385天 是不是非常完美 但是有一点不尽人意的 这颗恒星比太阳要老一些 这意味着它比我们的太阳 更早一步迈向死亡 所以在我们地球变得不再适合居住之前 开普勒442b就已经不能适合生存了 然后我们再说一个排名非常靠前的 格力泽832c 霍金曾在一个短片里提到过它 有一天我们可能会收到格力泽832c上传来的信号 但是我们应该谨慎选择是否回应 可见这颗行星的预级性评分确实很高 这是一颗距离我们太阳系非常近 只有大约16光年的一颗西外行星 它的质量是地球的5.4倍 据推测 其表面温度大概在零下20摄氏度 不过考虑到它可能拥有浓密的打气层 所以实际温度很可能还会高一些 另外围绕其母恒星旋转的 正好还有一颗类目行星 格力泽832b 上期我们说过 行星系统中拥有一颗良好的类目行星 对于类地行星上的生命是极其重要的 对格力泽382c唯一不太有利的是 它的母恒星也是一颗红暗星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类似的潜在一颗行星 比如开普勒442b 62f 186f 等等 就不一一介绍了 总之对于任何一个西外类地行星 只要按照上期介绍的那些方法来判断 基本都能大致判断出个123 好了 这期作为上期的补充 就说这么多吧 下期打算聊聊发现西外行星的方法 顺带简单讨论下 我们现在就开始寻找西外行星 究竟有没有意义 感兴趣的别忘了点个赞 关注一下 我是林某 速说宇宙 下期见 拜拜